针对前总统陈水扁出书爆料 说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 前总统府秘书长叶绝兰 曾经是用逼宫的方式 希望陈水扁下台 不过叶绝兰是否认的 情况如何 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最新说法 只是 斯明德先生有提出来 可是我没有跟候选人讲 我也没有提到总部去讨论 我也没有跟总统讲 因为我想 第一这个 选战离投票已经很短 第二 总统是我的长官 我是总干事 我在这两者之间 我必须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 我不能造成任何的一个误会 只要我一提的话 那么 大家会误会 那么我觉得 其实 我就完全没有跟总统提起这件事情 所以 斯明德先生是有提 可是我没有报告 所以没有那种电话 对 那么许信良先生在选前 确实在晚上很晚很晚的时候 有要求说要求见总统 那我也确实有帮许信良先生 许信良先生联络林德逊 当时的总统办公室主任 说许信良先生要见 那许信良先生说他要谈什么 他自己当面跟总统谈 叫我不要问 所以后来也没有约成 也没有谈 也没谈 也没约 好联听到